上海浦东的这家超市 举行双十一促销活动 却金船坍塌一万 我们重回现场可以看得到 超市的铁皮屋顶 整个已经坍塌下来 另外现场还有很多的 搜救人员以及维安人员 地板上还有很多是从超市里头 清出来的物品 周围的居民也都在围观议论纷纷 超市倒下来 爱楼倒下来 下 很怕 我就住在这里面 我很怕我就进不去 我是刚从事都回来 我准备进去睡觉了 进不去 那你家有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我还没进去过 现在是不让进吗 我现在我自己不敢进 整齐意外事故就发生在 11号清晨6点多 超市因应双十一举行促销活动 在阁楼里堆放大量商品 很多年长者早早就到超市里 准备抢购 没想到却碰上 阁楼不堪负重倒了下来 有7人逃生不及 当场被活埋 一个人被救出来时已经死亡 其他6人则是情重伤 他第一时间来的 他第一个死掉的 应该就是死掉那一个老头 好像还有其他人就是去医院了 搜救人员出动大型机具 准备将坍塌的阁楼屋顶吊起 看看还有没有人员受困 双十一本来是全民疯狂写拼时刻 没想到上海这家超市 却因为搭双十一热潮 囤积货品 酿成坍塌意外 7人死伤惨剧 记者程虚张惠霖上海报道 大家好 好